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每隔一两年就有一些大学说 我招不到足够的学生 我没有这个学费支撑 我这个大学都要倒闭了 原本前几年还有很多大陆的学生 愿意到我国台湾地区去求学 可是这两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大陆去台湾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因为大家觉得在那儿 简直是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 什么医保健保不给上不说 还随时随地有可能被视为间谍 你这样谁愿去 更何况你教学质量也没好到哪去 反过来讲 越来越多的我国台湾地区学生 愿意到大陆来读书了 而且咱们给的优惠政策还多 达到中等水平的台湾学生 就能到大陆很好的大学来就读 所以这更加剧了台湾高校的倒闭 那么怎么办 有这么多大学 没有学生 总得花了点声援 所以我国台湾当局就想到了办法 能不能到东南亚 什么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这些教育水平比较差的国家去招点声 他们称之为新南向的政策 只不过这两年来 新南向的政策也遭遇到了重大的危机 尤其是印尼 印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几乎就没有学生到我国台湾地区来求学了 今年印尼还特别给了个官方声明 人家说他们不建议印尼的高中毕业生 到我国台湾地区去求学 说实话 说不建议这就是给个面子 人家的意思就是禁止印尼的高中毕业生 到我国台湾地区去求学 为什么印尼要给出这样一个禁止呢 因为过去两年的实践 让印尼觉得学生到台湾求学实在是不划算 咱们这么讲的 台湾的很多高校为什么要招学生过去 那也是为了挣钱 没有学生就没有学费 没有学费这个高校怎么存活 而印尼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本身那个地方老百姓输入是很低的 你让他拿很高的学费到别的地方求学 他也没有这个钱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台湾的很多高校委托了很多中介 在印尼在马来西亚招生 招生的时候跟人讲 你到台湾来读书 学费全免 至少第一年的学费给你全免 还给你点零花钱 给你点实际费 到了台湾之后 你可以办公办读 学校呢可以安排给你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 你自己呢一边求学 一边还挣了点零花钱 还烧带小的把下一年的学费给挣出来了 事情是这样吗 很多印尼的学生满怀希望 以为免费读四年书来到了台湾 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很多学校干脆就跟一些黑心工厂签合同 什么屠宰场啊包装场啊 你这个学生你想到高校免费读书 好 那你就每周至少拿出四天 甚至拿出五天到这个工厂来干十个小时以上 然后你挣这个钱才能换得一个免费读书的机会 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免费的读书 根本就是拉你到台湾打黑工 然后用打黑工挣的钱交学费 大家记得吧 以前我们跟大家聊过日本的研修生 日本当年推出研修生这个计划也是说 哎呀我这个日本科技啊经济啊非常发达 所以啊我在东南亚很多国家招很多研修生啊 就跟研究生一样听得那么好听 实际上所有研修生到日本 都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 什么种植园啊屠宰场啊水产品加工厂啊 有很多研修生都说啊 一天得干十三四个小时 每个月挣的比他的日本同行少得多得多 日本是用这样一个方案来解决他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台湾更狠啊 台湾推的这个新南向 让这个东南亚国家学生到台湾来读书 不单解决了高校的学费问题 也稍带角解决了台湾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只不过呀时间长了 谁都不是傻子 人家东南亚很多国家以为我这个高中毕业生考不到更好的大学 可以免费到我国台湾地区去读大学 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经过这一两年的时间 人家才明白 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这根本就是剥削人家的劳动力啊 而且人家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 天天从事重体力劳动 哪还有时间求学啊 所以难怪人家印尼叫停了本国学生赴台湾求学啊 其实历史不是没给台湾机会 倒退十年有多少祖国大陆的学生是愿意去台湾求学的 只不过他们错失掉了这个历史机遇之后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